歡迎收看今天的我星球 今天要帶大家到一個特別的地方 雖然不要看我們只是在一般的房子裡面 這次很不一樣喔 歡迎我們的喬俊哥 歡迎登基 大家好 好 這次再找到老朋友是有原因的 因為知道這一間屋子 現在乍看之下你可能還看不出什麼端倪 但其實很多的設計上面 它背後是非常有意義的 很多故事 主軸是要什麼 你們有沒有發現其實這個一技能 它會有一點像是飛機艙的感覺 就是它的模型的一些質感 那我來猜猜 那我來猜猜屋主的職業 因為我知道你在設計房子的時候很注重 就是說這個屋主本身的職業啊 或是性格愛好 空姐嗎 嗯 女生室 女生室 這樣子太明顯了 一猜就中了 喔 所以男主人是機師 對 哇 一個完美的組合搭配 人生設計師 真的 真的 工作的場合回到家也是希望放鬆 但是我們可以把這樣子的東西 變成它是很柔的 包括這個 當我們把燈光關掉的時候 我們只留這一道的燈源 跟這邊的旅行的這個燈帶的效果 其實它是氣氛是非常好的 晚上坐飛機的時候 那個星空的那種Fu有沒有 就是那種享受那個坐飛機的感覺 我發現主人家連這個職災都選得很有這種 對 對 對 度假風格 果然我覺得職業影響一切 整體的氣氛來說 真的是讓人非常放鬆舒適的 欸 我發現說除了這整個的造型設計之外 整體空間來說 我覺得用了很多就是很弧面的 是怎麼樣的考量 我們其實都會以現在小孩子為主 我們希望不需要用空間的銳腳太多 在主要的動線上 其實我們都會希望做比較柔性一點 就是包括玄關的櫃體一進門 減少它的壓迫感 像這個也是 也是一樣 它也是收納 那一般在做這些弧形門片 它的工法是比較複雜的 我們大概提一下 它比較複雜 它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它工序比較複雜 然後它成本造價也會比較高 大概給你們提一下 所以如果需要的話 要思考一下成本會是高一點點 那你們在這個餐桌的燈的選擇上面 也是花了一點時間去挑嗎 其實我們每一場按鍵 我們包括比較像主家具 跟主燈具的部分 我們都會一路陪同客人挑選 因為其實我們很注重 每個空間的細節 其實大家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我們當然希望每一個東西 就是客人找到我們 我們可以給客人不一樣 它每一個燈具的配法 它出來的感覺都會不一樣 像這個空間來講 我們會希望它比較柔 比較有氣質 符合屋主的性格 就是整體感覺還是還蠻溫馨的 在這邊它所有幾乎 所有的牆面 是不是都採用了 這個義大利的特殊塗料 基本上我們大多數都是 用義大利塗料去取代 包括像這些圓牆面 因為這個材質的好處是 你手回過去的時候髒 我們可以直接用水去擦 包它會呼吸 它抗霉 蛤 呼吸 它會呼吸 你有沒有發現它有在呼吸 然後來體驗一下 跟它一起呼吸 它還有一個好處是 它可以抗霉 它可以調節你空間的一些濕度 它有點像早期的龜藻塗 但是它又沒有龜藻塗這麼的強烈 那龜藻塗它沒有辦法做出這種手作感 只有義大利塗料有辦法 就像我們上次提到的 就只有一些特殊的漆 它才沒有辦法有這些自然的紋理 廚房門我看起來還蠻特別的 為什麼會有一個大門 底下又有一個小門 大家有看到嗎 因為主要這個門打開後面就是它的廚房 那包括貓咪後面有可以帶一下 貓咪的它的主要的紗盆都在後面 那他們屋主其實很free 他們就是讓貓咪可以自由的 這樣走動進出這樣子 所以不需要有人在 它就可以自己 在屋子裡面愛去哪就去哪 那既然這邊我們看到有 有為了毛小孩專門設計的 這樣子的一個走道空間 那還有哪些地方一定還有吧 有 帶你看一下我們這個空間 那本來這道牆是一個石牆 那因為第一個考量屋主 它的收納的需求 然後又包括我們希望留貓咪的一些 它的私人空間 所以當這個櫃子 其實每一個我們都有做一些 它不是放東西的啊 它其實也是貓咪的休息的 也是可以當作收納 那這裡面一樣都是做一個收納櫃 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貓咪可以隨意的從這邊進出 對 然後它可以從這邊跳跳跳跳跳跳 它這裡下面有一個貓咪的洞 它可以從這邊出到我們的電視牆 我覺得在這邊啊 這一面牆我現在總算是比較能感受到 剛剛講說會呼吸這件事情 因為這一面牆就是你看它的這個紋路 我不知道大家從鏡頭上看不看得出來 跟它的那個毛細孔的感覺 確實是對跟之前前一集的這個窩心球裡面所用到的那個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手感還蠻特別的 有一種沙沙的感覺 這一次的土它比較細 沒有像上次的土這麼的厚 還這麼的粗 所以它這次做起來感覺會再更細緻一些 對對對 我剛剛說那個 我說那個沙沙的感覺是因為它是很霧的那一種 不是說有些是喜歡那種亮亮的 它這個感覺很樸實 男主人其實也是興趣蠻廣泛的 那包括一些樂高啦 甚至一些生存遊戲的 那當初我們 這個我覺得超酷 剛剛一進來一整面哇塞 設計師本身也有玩啦 但是現在太忙了比較少打槍 你是不是覺得說看到就是哇同好 當初我們在討論的時候其實就是很有一種親切感 因為我也有把我的槍給屋主看 因為他是屋主有專門去在國外沾著他是打鶴槍實彈 他們有因為他到處飛嘛 他是真的有教練執照的 他是有在教這個的教練執照的老師 屋主有時候也是累的就像我一樣 我自己的書房也有一個臥榻 我累了我可能就直接睡在這邊 我也不回床間睡覺了 這邊直接辦公完想要休息一下 對 直接想休息就可以躺在這邊直接休息 哦 蠻舒服的 因為本身我們也有這個需求 所以你特別懂啦 哇 進到主臥真的是要上飛機了 哇 這邊是更衣間喔 對 對 對 左人家的更衣間 這個空間隔起來還蠻 空間還蠻大的耶 更衣間的部分也是希望以就是乾淨為主 因為衣服的顏色五顏六色 顏色比較雜 所以還是希望它簡單一點 有鏡子全身鏡 然後又不會去擋到 我覺得這件事情還蠻重要的 因為對於一個女主人來說 要整面的鏡子這件事情太重要了 然後呢 正好我們又可以一挪開 我就照樣是可以拿我隨時要穿的衣服 整個感覺很清爽耶 其實因為屋主他們本身 家裡面也是一個小組人嘛 所以我們當中在規劃的時候 有在想說 她的床頭的空間的利用 未來要放個嬰兒床啊 那邊可以放個嬰兒床 或者是甚至男女主人有時候在 休息的時候一個可以坐在這邊 她們可以這樣對話這樣子的聊天 對耶 還蠻有趣的 看起來沒什麼東西 其實很多 其實都藏起來了 都藏起來了 啊 這都還是櫃子 這都是一樣是收納 那包括這個 它其實這個上面還有上鮮 有沒有看到 它可以放在裡面 其實細節很多 所以這整面 其實它裡面都有東西的 對對對 不是看似這麼簡單 對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在整個的房子 一開始在構想的時候 有跟一個設計師要求說 我一定要假裝什麼 有 因為我們家有三隻毛小孩 所以當初在跟設計師討論的時候 就希望他可以在 先生的書房跟客廳中間 開個貓洞 讓貓咪可以自有的進出 然後也在先生的書房 可以設計貓跳台 然後那種先生 可以邊辦公的時候 邊看到貓小孩在那邊玩耍 好好 所以設計師算是很完美的結合 客廳書房同時擁有 沒錯 它就完美的達到我們的要求 喔 那這個廚房的通告 也是有特地 那時候就已經要求說 要給貓咪的專屬走道 嗯 那時候就有想好 想要把貓咪的 它的廁所放在陽台 然後一方面美觀 一方面也不能讓客廳沒有味道 有沒有哪一些的設計 跟設計師的小巧思 一開始你可能沒有想到說 呈現出來是這個樣態 而實際進到屋子的時候 覺得哇 大大的驚喜 有 主要就是那個貓洞 而且就是我朋友來的時候 都很敬仰那個貓洞 會開在那邊 因為很少有屋子設計師 會設計出那個貓洞的 還有整個燈光的設計 那個氛圍就是 我跟我先生都很喜歡 就是晚上下班之後 會喜歡坐在客廳 然後把燈光調暗一點 然後氣氛在這間小桌看電視 哦 太棒了 那貓洞這件事情 因為我本身沒有養蟲物 以我了解的就是很多的 像跳台什麼 它其實是獨立出來的對不對 對 因為現在市面上 很多販售一些貓跳台 但是它就會變成一個 很佔空間的物品 因為貓跳台本身很大 那它就會變成一個 很莫名其妙的存在 那如果它可以跟設計 裝潢設計在一起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一方面也是美觀 一方面是你又不用再 多買一個貓跳台放在那邊 然後他們又不一定喜歡 那對你來說就是 犧牲掉的收納空間 其實落差不大 落差不大 而且我覺得還滿值得的 因為毛小孩很喜歡 一方面是先生也在那個空間裡面 然後他們本來就喜歡 跟先生在一起了 然後一方面是 裝潢也有這樣子的空間 所以他們就會比較喜歡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窩心球 也非常感謝女主人 就是跟我們分享 這個有毛小孩的裝潢之道 訣竅在哪邊 希望大家也覺得非常實用囉 那記得把我們的影片看到最後 可以看到我們的合作資訊 窩心球下期見囉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